今天想拍top 5冬天包包 这一类影片是新的 我打算春夏秋冬一年拍四次 而且不止包包的可以是鞋 或者outfit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看你喜欢看什么 而且喜欢不喜欢这类影片 我会讲一下包包 但不会太详细 这五款包包我都是冬天时最常用的 现在事不宜时马上开始第一个 就是chanel这个luckycharm 这个是vissues 非常漂亮 之前拍过一条影片 详细讲过这个包包unboxing 这个包包是黑色为主 还有黑配金 所以平时配衣服非常容易 因为黑色和白色可以配搭很多东西 所以平时如果想不到 什么外出的时候 其实这个非常方便 这个容量 因为始终是冬天 冬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带多一点东西 比起夏天 夏天通常袋子很小 但冬天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装到我需要带的东西 而且它有两个带法 可以这样側边 可以这样斜背 或者单边背 也可以 用一点的话 可以这样背 因为如果单边这样背 看起来是casual一点 冬天的时候 如果是很冷的地方 不想整天照顾自己的包包 因为在外面已经很冷 还要照顾baby的包包 人都会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 因为它这个皮 不是lamp skin 是牛皮 而且是一个比较怀旧的 所以一买回来 就像残残旧旧的 所以不会很需要baby它 还有黑色 有时候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穿黑色的衣服 也不用镜鞋 骑脏 这款lucky charms的包包 每一年都出一张 每一个的charm 都不同 所以这个是2017年的 我也觉得是最漂亮 所有的charm 都有chanel的代表性 因为有时候的charm 真的完全不漂亮 所以没买错这个 下一款最常用的 也是chanel 就是gabrielle这个 杯囊 这个是我第一个gabrielle系列的包包 因为我对gabrielle这个系列 真的一般 因为它最流行的是流浪包 那个我完全没有拥有 也不打算拥有 流浪包对我来说 很流浪的 我喜欢classic款的channel包包 所以我有很多他们的classic flaps 而这个我之前也没打算买的 但后来不停看instagram 看到很多不同的fashionbloggers 他们也有这个 看一看又顺眼了 之后 如果这个有黑白 我就跟自己说我会买的 或者是这个tan 和这个黑色 那个beige 都是一些classic的颜色 不会太奇怪的颜色 我也会买的 后来有这个黑白配 黑白配 黑白是chanel的颜色 后来出现了这个 所以买了 这个完全很喜欢 买了之后 用完之后 这个gabriel的背包 不算是chanel的classic系列 但他常常会出不同的款式 可能是不同的颜色 或者不同的布料 他们一直都有出的 而且也是chanel 算是新的 比起平时的classic flap 近镜这个包包 它的皮 也是那种 好像很旧的 但这个是白色 它有一些纹的 也是牛皮 所以也不用太baby它 唯独是这些底部 就是比较滑的皮 但我已经很常用它 在winter的时候 它也没有刮花 也保持得很好 所以非常喜欢这个 而且还装很多东西 我没有遇到它装得这么多 它还装得多 这个flap 起初我也怕 因为它完全没有拉链 是这样 这条链 一打开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拿到很多东西 但平时如果这样 当它背囊 或者旁边 这个是锁住的 所以也不用怕人偷东西 不过我也要留意 只要看 但我完全没有掉东西 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这款包包 应该所有gabriel款的包包 都有两个不同颜色的链 可以看到这里是银色 这边是金色 平时那些可能是全金色的链 或者全银色的链 但这个非常特别 两个银色的链都有 而且这个包包里面 我本身有纸在里面 就是红色的里面 所以里面很厉害 我最常背的背法 就是这样 旁边背 背囊 其实我很少背囊的方式去背 因为本身我 其实不太常背背囊 最多是单边背 但是非常喜欢这个 装到很多东西 不如说说LV 刚才说了两个Chanel 就是这个Elma BB 这个非常常用 而且LV的包包真的很耐用 Elma BB这个款式 是LV的经典 我不只有这个颜色 我有七皮 还有另外的格子 还有还有一个 忘记了 我记得我有四个Elma BB 非常喜欢这个款式 而且它的容量也非常多 而且很有趣 这个如果有时候想女生一点 这样招住 也很可爱 而且它也有条带 所以如果有时候拿着很多东西 也可以背上薄 或者斜背 最经典的花 LV的花 比起我其他那几个 这个比较容易脏 因为它的底部 可以看到 完全是这个 浴色的 但是我 manage到 完全没有花 而且它有四个钉 其实挺安全的 我不把包包放在地上 所以我也算是石袋 但有没有去到很疯狂石袋 但它们也很耐用 这个Elma BB有点变了 因为之前可能包得不太好 在盒子里面 应该这样包会好一点 但现在也涨了 这个Elma BB有把锁 而且有锁匙在这里 是真的可以用的 这个锁匙 而且很有用 如果下club bar 我很少下 但如果真的下 可能怕被人偷东西 少偷 真的可以锁住这里 其实锁匙也可以放在这里 因为如果真的小偷想偷东西 他都要在这里拿锁匙 然后再这样 去unlock这个扣 所以我觉得是帮到手 如果去逼人的地方 而我最常背的 就是这个背法 而且它的handle 也没有有什么痕跡 我手濕的时候不碰 因为这些 也要小心一点 这个玉色 大格 啡色 好像有一个暗格在这里 放到很多东西 这个 完全不用想摆位 把东西都弄掉 完全没问题 这个Elma BB很容易配衣 不知道是不是看惯了这个LV的花 而且它也是偏深色 啡色 因为啡色 这些颜色其实容易配衣 所以我完全没有配衣 的问题 也是长期不换袋 因为有时候我也想试用其他 不同的包包 但是这个用开的时候 不想转 下一款的包包 就是这个 超级冬天 闪亮亮 这个是Chanel Seasonal的款 所以价钱方面 比起平时的flap会便宜一点 而且最加上它不是皮 所以是这些毛毛 闪亮亮的质地 所以会比较便宜一点 比起平时的 是银链 是超级shiny的 然后这样打开 这个放到超级多 这个 比平时Chanel的Classic Flap 因为它是皮 平时皮 不可以折太多 但这个不是皮的质地 所以可以折得多些东西 里面很漂亮 那个是配上它本身 外面包包的颜色 有CC在里面 里面是一个 一个类似C的质地 其实反而这个我是担心里面 因为我怕可能放了一些锁匙 怕会刮花的C 但是暂时没有说有什么 但问题也很干净 完全没有刮花 骚髒 那些 这个也是一样 可以旁边两条带 或者单背 斜背 但斜背对我来说有点长 所以我最常用的方法 背法 就是两条 它这里有拉链 通常那些暗隔我都不是好用 放回本身那张保养症 在里面 这个包包衬衫方面 可能没有黑色 cannon色那些容易 因为始终是粉红色 但我觉得冬天的时候 还挺漂亮的 而且闪闪闪 而且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最后一款包包 也是chanel 这款式的包包算大件 又便宜 很多朋友都想入手 但很难入手 因为很快都买了 因为它价钱比较便宜 而且比起平时chanel 其他classic flaps classic那些包包 就是这个 就是chanel的tote 这个是他们的大尺寸 它有一个handle 也有这条链 是银色链 多数都是银色 我暂时好像没见过其他颜色 可以这样旁边背 或者手抽 我通常是手抽多一点 因为我是五尺二寸高 所以如果手抽 会适合我多一点 这个tote 其实是有点大 但我也觉得OK的 因为我通常什么时候用这个 冬天的时候 很多东西要安装 或者上飞机 因为上飞机 我通常戴一个carry on的suit case 再加一个大的hand carry 就是这个 安装得非常多 我整个laptop 都可以放进去 还有很多空位 可以放在我的飞机枕头 一些小食 都可以 这个tote的质地 是类似麻布质地 非常耐用 你也知道 上飞机有点赔的 因为要放在地上的东西 这个看来是全新 完全好像没有瑕疵 新的一样 这个款应该是chanel之中 最耐用的 完全看不出 而且里面是一个 布的质地 它没有拉链 有两个摄石 它有一个锁匙 有一个锁匙的位置 我很少用 但真的放到超多东西 而且这个tote本身有点重的 但我也觉得可以摺 有时候会出一些季度的颜色 可能有一些金色的线 或者闪亮亮的线 但这个我记得是长期会出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耐用 而且方便 可能坐飞机 或者有BB的朋友 这个是必买 好了 这条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 而且我刚才说的五款袋 你们觉得哪一款袋是最漂亮的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这个影片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还有微博 拜拜